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在讲定积分以后 我们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今天我们先讲的不定积分 这个不定积分可以看作是微分的逆运算 不定积分也是一种运算 可以看作是微分的逆运算 在研究积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积分在运算上要比微分学 求导数要复杂 要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函数 你要是按照规则 按照四则运算等等有些性质 还按照导数的基本公式 我们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初等函数的导数算成 而且这些导数也是初等函数 还在初等函数范围里 积分学就不是这样 一个函数的原函数 或者它的不定积分 它是一组函数 而且并不是说每一个函数 它的原函数都能够求出来 并不是这样 所以它也有困难 困难表现的第二点 就是说一个函数类 你要求它的不定积分的时候 要按照这函数类的不同的函数类 它有不同的方法 好比是说我们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是吧 就这个道理 因此在从第七章以后 大家的练习要跟上 就是不定积分 和定积分 也就是整个的积分学的运算 要比秋导的运算 温泉运算要负载 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第七章 不定积分 不定积分 那么下一章我们会涉及到定积分 这个不定积分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函数以后 比方说给我们这个函数 它作为求导运算的逆运算 给定这个函数 我们要找另外一个函数 要求这个 求另外一个函数 要求这个函数是满足什么条件的 要求是这样的 就是求这个函数 它的导数等于你给定的已知函数 小fx 就是这个 那么如果真能够找到这样的函数 大fx 它的导函数等于小fx 那我们就把这个大fx 叫做小fx的一个元函数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是这样 小fx是吧 等于cosx 那么什么样的函数 它的导数等于cosx 那么sinx sinx 它的导数 你看sinx 一求导就等于fx 所以这个sinx就叫做cosx的一个元函数 还是它这一个元函数 就是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你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植株函数 Ax 这个当然A要大于零 A要不等于1 这植株函数 那么这是已知的一个函数 叫做小fx 我们要找一个大fx 那个函数的导数就等于 这个小fx Ax 等于这个指数函数 是吧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大f 应该什么样 也就是说 Ax 这个指数函数 它的元函数应该是什么样 是吧 那什么样的函数 它的导数才能等于这个ax 我们知道 这个大fx 是吧 我就可以写上出 Ax 除上这个loga 是吧 这个就行 是吧 什么原因 是吧 因为是这样 Ax 除上loga 是吧 你求求导数 看它是不是真的等于 这个ax 等于小fx 如果真的等于 那么 这个大fx 就是这个小fx的一个原函数 我们看看 它一求导 按照导数运算的规则 loga 是吧 这个是常数 拿出去 是吧 因为导数的运算是线性的 是吧 Ax Ax 它的导数 等于是ax loga 是吧 把loga loga一约掉以后 就等于ax 是吧 所以这个大fx loga分之ax 是这个ax 这个指数函数的一个原函数 原函数 所以这样就给我们这个原函数 这个概念就有了 是吧 以上呢 我们是介绍这个原函数的概念 是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开始定义这个不净积分 不净积分 不净积分的概念跟原函数密切联系 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定义 是吧 对定一个函数叫做 小fx 是吧 fx的全体原函数 所有的原函数 全体原函数 fx的全体原函数 就叫做小fx的不净积分 所以这不定积分 一个函数的不定积分 啥意思呢 就把它那个 所有的原函数都拿出来 是吧 那么就叫做 fx的一个不净积分 怎么来记呢 就这样来记 这个积分符号 fx dx 这是一个记号 这是小fx的全体原函数 用这个符号来记 那么这个就叫做 小fx的不净积分 不净积分 现在概念有了以后 我们就说了 现在就得研究两个问题 什么样的函数 存在不定积分 存在不定积分 也就是说 它的全体原函数都有的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函数fx 如果要是联系的话 这个函数如果联系 它在不定积分 存在 或者原函数存在 这个的证明 我们稍后 往后挪一挪 我们下一站会讲到 可编上限的积分 可编上限积分 也就是一个函数 如果联系的话 那么它可编上限的积分 就是它的一个原函数 那么它全体原函数 也都存在 所以一个函数如果连续 那么它的不定积分 一定存在 就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证明 要往后挪一挪 现在我们先给它省略 先承认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函数的不定积分 跟原函数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全体原函数 那么它的 另一两个 不同的原函数 之间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不定积分 这个函数fxdx 就是小fx的不定积分 如何来表示 如何用不定 用它的原函数来表示 那么现在就可以解释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刚才看到 如果这个fx 是吧 等于这个cosx的话 是吧 那么它的原函数 是吧 就等于sinx 因为sinx的导数 就是cosx 所以这个sinx 就是它的一个原函数 那现在要求求出全体的原函数 其他的原函数 跟sinx有什么关系 我们至少能看到这一点 就是你这个sinx 如果是原函数的话 这个再加上一个常数 是吧 任意常数 那么还是这个cosx的原函数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一求导 求导以后 看看是不是等于cosx 一求导 常数的导数是0 sinx的导数就是cosx 是吧 所以如果知道一个原函数 那么加上一个任意常数以后 还是原函数 还是原函数 因此一个函数的原函数 你要知道一个 就知道虚与多多 因为这个c呢 是任意常数 是吧 c为任意常数 所以一个函数啊 它的原函数啊 虚与多多的 如果你要知道一个 那么加上任意常数以后 是吧 加上1 加上2 加上0.7 等等 都是它的原函数 所以一个函数的原函数 许许多多的 因为这个c是一个任意常数 加上一个常数 指定的常数 那就是一个原函数 再加另外的常数 又是原函数 所以它的无穷多个原函数 是吧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 是不是穷尽了 所有的原函数 你说cosx的原函数 是sinx 加上任意常数以后 还是cosx的原函数 这没得说 是吧 那么它是不是表示说 它的所有原函数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是不是会有漏掉的 是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现象 那么现在我来看看 是不是会有漏掉的 也就是任意两个 原函数之间什么关系 我现在就说 一个函数的原函数 如果知道的话 加上任意常数以后 就表示它的所有的原函数 所有原函数 如果这个东西 能证出来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表示这个 就这样来表示 它的不定积分 就等于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 那你得说明 一个函数 它的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以后 还是原函数 这点没有问题 反过来说 是不是任何一个原函数 都可以写成 它的一个原函数 加上一个常数 换句话说 两个 是吧 原函数 它们之间 是不是就相差一个常数 现在我们就证明这个 如果这一条证明了 那就说 你要知道一个原函数以后 加上任意常数以后 就表示它的所有原函数 所有的原函数 那我现在来看看这个 不是 一个 就是这个 不定积分 就是这种形式 要说明这些事情 怎么样说呢 从两面来说 大家看到 第一点 我要知道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以后 还是原函数 这点没问题 现在问题是不是 所有的原函数 都是这种形式 或者说 这里头有没有 漏掉的原函数 不在这个 这种表示的 里头的 我说没有的 你比如说 我们就 我来证明这件事情 另一两个 原函数 之间相差一个常数 所以 原函数都可以表示 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 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 fx 跟这个phix 都是小fx的原函数 有一个函数 它的原函数 需要多多 我随便拿出来两个 看到都是原函数 都是小fx的原函数 既然都是小fx的原函数 但是原函数的定义 那么这个fx 就一撇 它的导数 应该等于小fx 同样的 大phi x 也是小fx的原函数 因此大phi 这个导函数 也就等于 是吧 fx 这是原函数的定义 可归正了 那我现在就说 要这个大fx 跟大phi x 之间 就是相差一个常数 要证明这个事情 换句话说 任何两个原函数之间 也就是相差一个常数 因此呢 它的全体原函数 怎么表示 只要拿出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 c以后 就表示它的全体原函数 这就证明完 看看这个怎么来证明 为什么说 这两个一定 相差一个常数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 看看这个大phi x 减句 大phi x 看它之间 是不是像我刚才 所断定的 就相差一个常数 某个常数 任何两个原函数 最多相差一个常数 要证明这个结果 那什么原因呢 那你可以看看 先求导 看它的导数怎么样 这两个函数的差 也是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导数怎么样 那么这些求导呢 就是这样 减句 因为他们来的导数一样 都是小fx 求导以后就是零 那么在前面 我们讲微分学的时候 说过 讲那个第四章 讲个 拉朗日微分总是定理 和其他总是定理 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 如果这两个函数的导数 是吧 相同 也就是说 这个导数 看来相差以后 导数是零 那么这个函数 是吧 就是大fx 减减击小fx 就是一个常数 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是吧 大fx 另一个原函数 都可以写成 它的某一个原函数 加上一个常数 因此一个函数 它的不定积分 或者是它的全体原函数 就可以写成 某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 就可以把它的全体原函数 就用这种形式表示出来 一个都不会漏掉 因为其他的任何一个原函数 都是这种样 都是这样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这个不定积分 是吧 弄清楚了 不定积分 就是全体原函数 怎么表示呢 拿出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 就可以把它的不定积分 就表示出来 这是关于不定积分 这个概念 你看我们刚才所看到 是吧 如果我们要表示 是吧 一个函数的 不定积分 怎么表示 像我们刚才所看到 AX DX 就不定积分 也就是要找这个函数的 全体的原函数 那我们拿出来一个原函数 是吧 一个原函数 像刚才所看到的 老个A 这就是它一个原函数 因为它一求导以后 是吧 的确等于这个 AX 那么一个原函数 拿出来以后 加上任意常数 C为任意常数 就把它的不定积分 标出来 以后呢 我们要看到 这个不定积分的表示 这个FX 就叫做倍极函数 倍极函数 这个小FX 成为倍极函数 像FX乘上DX呢 叫做倍极表达式 这个就是积分符号 好 像拉长了的S 这是关于不定积分的概念 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不定积分的几何E 几何E 从分析的角度 说一个函数 它的原函数 在全体 就叫做不定积分 那我们从几何E上来看 这个不定积分 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 是一组函数 不是一个函数 一组函数 不定积分就表示 一组函数 用这里头依赖一个另一常数 那么这一组函数 我们在几何上怎么来表示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知道 说如果这是一个 不定积分的不定积分的话 那么就一个原函数 加上任意常数 那么这个Fx 是吧 大Fx 它的导数呢 就等于这个 就表示原函数的意思 大Fx是小Fx的原函数 导数我们知道 这代表 是吧 每一点代表 那个曲线的斜率 是吧 曲线的斜率 曲切线的斜率 那么我们要这个问题 就是求不定积分的问题 变成就是说 求一组曲线 因为这个大Fx 也是代表一条曲线 也是单面量函数 平面上一条曲线 那么加任意常数的话 就代表一组曲线 一组曲线 已经知道什么呢 就这一组曲线 在每一点 每一个x那点 它的切线的斜率知道了 导数知道了 是吧 切线的斜率知道 那我们要求什么呢 就已经知道了 是吧 它切线的斜率 在各点的切线的斜率 是吧 切线的斜率知道 我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是吧 这一组曲线 比如说我们在这点 切线的斜率给了 切线的斜率 所以这点 切线的斜率也给了 这点 切线的斜率也给了 切线的斜率知道了 要求这条曲线 所以这条曲线 当然要跟这个 每一点都要跟你 给出这个方向相切了 然后呢 这是得出一条曲线 或者得到一个约寒数 还要加上任意常数C 你加一个常数C的话 那就相当于把这条曲线 往上往下挪 平行移动 平行移动 然后要看这个C的位置在哪 比如说我们这个 是吧 这是一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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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跟它平行 平行移动的位置 就一个单个点来说 比如在这点 是吧 这边的X 是吧 切线的斜率在这 是吧 对一个X 那么小FX 切线的斜率在这 是吧 对同一个X来说 小FX 都是这样 平行的 底线这也是 已经知道 每一点的切线的斜率 是吧 要求这组曲线 那我们先求出一条曲线 是吧 这条曲线就在这 是吧 然后呢 仰人认语常入催 就相当于把我们这条曲线呢 上下的平移 是吧 叫做一足曲线 是吧 一足曲线 这就是我们这个 是吧 这个不定积分的集合解释 是吧 好 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不定积分的概念呢 说明白了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真正 求一个函数的不定积分 在简直一个函数的不定积分以前呢 我们还要了解一些 不定积分的最基本的性质 和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有了这两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了一段路 就可以求许多函数的不定积分 当然 光靠这两个还是不行 光靠不定积分的性质 和基本公式也走不了多远 但是总还是有些办法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一点一点的积累 嗯 啊 刚才我们讲的不定积分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不定积分的性质 不定积分的性质 不定积分的头一个性质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说一个函数FX 它的不定积分像刚才所说的 小FX就叫做背积函数 FX乘DX就背积表达式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一个小FX的不定积分 或者它的原函数的全体 现在如果我再求一次倒 那我们知道不定积分 和倒数运算是互为内运算 所以在性质里头能体现得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等于背积函数FX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性质 现在我来证明这个性质 我们来看看 因为你要求这个 没求倒以前 看看FX DX 这是求它的不定积分 不定积分就是全体原函数 大FX是其中的一个原函数 那既然是原函数 所以这个就等于F 这是我们的没有求倒以前 现在我们对待求倒 FX DX 求倒 求倒呢 这边也求倒 F 加上任意常数 也不定积分 求倒 那么 就求这个 按照倒数运算 线性的 这两个函数像加 也求倒 第一个函数的倒数 再加上第二函数的倒数 第二函数的倒数是因为常数 C的倒数就是零 所以就没写 因为FX 大FX 是小FX 这个原函数 所以它的倒函数 就等于小FX 这就证明了 证明了 不定积分 你再求倒 就等于这个背极函数 小FX 证明的过程 从这个性质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不定积分 的确是倒数运算的逆数 好 这是第一个性质 我们再看第二个性质 性质可以这样来说 这个函数 F1凭X DX 也就是求F1凭X 它的不定积分 那么这个我可以写成这样 是吧 因为F1凭X 按照前面点子 讲微分学 就是讲了 倒函数 乘上DX 自变量的微分 那么就函数的微分 是吧 FX 这里头做微分 外边做积分 微分和积分 互为的另一算 所以这就等于什么东西了 就等于小FX 但是你做出来的是一个 求原函数 求不定积分 所以必须有一个另一条数 有一个另一条数 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性质 就相当于是说 微分和积分 把它消掉一样 但是呢 因为这个是求这个是不定积分 是吧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另一条数 这是 这个第二个性质 第二个性质 我们看看第三个性质 第三个性质 第三个性质和第四个性质 是说不定积分的现行性 不定积分的现行性 就是 如果承认一个常数 FX 承认一个常数 你要在 做这个函数 不定积分 相当于把常数拿出来 是吧 A FX GX 做不定积分的时候 常数可以拿到积分号的外面去 就像我们求导数是 是吧 因为对求导数 是吧 这常数也可以拿出 导数算子的外面去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 现行性质的一个 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性质怎么来证明了 怎么来证 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 这样来证 是吧 我们来看 你要想证明 这个式子是相等的 那你要证明说 这个右边 也就是说 我们要证明 这右边 是左边的 不定积分 不定积分 因为这左边 求的就是不定积分 求A FX 求这个函数的不定积分 或者求A乘上FX 它的全体原函数 现在就等于这边 你就得说明 右边的东西 右边这个 一组函数 一定是 A乘FX的 全体原函数 全体原函数 那你怎么说明 右边 是A乘小FX的 原函数 全体原函数 那我现在就看看 这个函数的导数怎么样 是不是等于A FX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 是吧 A 看看这个 F 出去导 看它是不是等于 这个 对击函数 A 它是FX 为什么要这样证明了 因为你 左边实际上 求一个原函数 求它这不定积分 现在它等于这个 也就是说 右边这个 是A乘FX的 不定积分 是不是不定积分 那你看它的导数 是不是等于A乘FX 那我们现在来看 你求导数运算的时候 常数当然可以 搁这儿没问题 是吧 也就是等于 是吧 A FX DX 求导嘛 按照导数运算的规则 常数的因子 是吧 拿出来 就求导 根据刚才的性质一 是吧 这就等于 背景函数 A 是吧 乘上FX 这说明什么东西呢 说明右边这个 的确是 是吧 小A乘上FX的 不定积分 因为它一求导以后 就等于 A乘FX 换句话 右边 是吧 是 左边这个 背景函数的 一个原函数 那么呢 这全体原函数 表现在哪里 那这里头 也有一个任意常数 C 是吧 任意常数 所以表示 是吧 A乘小FX的 全体原函数 这是 这样证明的 常数 在求不定积分的时候 可以拿到积分号外面去 第四个性 就是 FX 加减GX 求这个函数的 不定积分 那怎么来求呢 可以拆开 可以拆开 FX GX 加减 GX 我们要证明这个事情 怎么证明 还是一样 就是我们把右边 求求导 求导以后 看看是不是等于 左边的背景函数 如果等于 就说明右边这个式 是表示 是吧 这个背景函数 小FX 加减GX的 全体原函数 全体原函数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看看这个 求一求导 是吧 FX GX 加减 是吧 GX GX 求导 求导的目的 要看看它是不是等于 这里的背景函数 如果等于 分明它是一个原函数 又因为这两个都包含着 另一常数 所以是它的全体原函数 就证明完了 你求导 导数运算 我们知道 是 线性的 所以这加减号 可以拆开 所以就等于 FX DX 这个函数的 求导 再加上 加减 是吧 后边那个 求导 这也根据导数运算的 现行性 那这一求导 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 性质一 你积分完以后 再求导数 就相当于 这个背景函数 FX 加减 GX 加减 GX 所以 你清完导以后 等于 的确是等于 我们原来这个 左边这个背景函数 因此右边 是吧 这个表达式 是吧 是这个 是它的一个 原函数 为什么说是 全体原函数 因为这里都包含任意常数 所以任意常数也在这里 因此这个式子 就是对的 这两个性质 也就是说 在做不定积分的时候 跟求导运算是一样的 就相当于 背景函数成了常数以后 常数可以提到 基本号的外面去 加减号 可以拆开 这两个性质 合在一起 叫不定积分的线性性 线性性 线性性 那关于不定积分的性质 我们就先 先说到这么几 这几点 这是关于不定积分的 性质 一二三四 那么下边呢 我们要 讲一下就是 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有了不定积分的 基本性质 再加上基本公式 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些个 实际的 函数的不定积分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 来讲第三个问题 不定积分的 公式 不定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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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这个基本公式 这就是常见的 非常容易求出来的 按照定义就可以立刻写出 这个比较简单的函数的 它的不定积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 如果背景函数1 那我们求 1也是个常数 也是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的不定积分 也就是求它的全体运含数 那就是x加上人一常数 什么原因呢 因为x你要求倒以后 就等1 所以x是1的一个运含数 它的全体运含数 加上人一常数 所以就是 我们再看一个 说如果a成为dx 按照刚才的运算法则 a可以提出去 所以ax加上人一常数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x的α次方 dx密含数 它的不定积分 当α不等于负1的时候 α不等于负1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密含数 它的导数 你会求 说x的α次方 是吧 你要求倒 就相当于α x的α减1 现在要求它的原含数 也就是说 问一问 什么含数的导数 等于x的α次方 现在我们可以说 这个含数就行 是吧 α加1 x的α加1次 再加上人一常数 这就行 我们来看看 这个函数 是xα 也就是这个密函数的 一个原函数 为什么呢 你看看它的导函数怎么样 因为x的α加1 α加1 我们对它求求倒 求倒以后 如果它真的等于 这个背景函数 那么它就是 这个背景函数的 一个原函数 加上人一常数c 就是全体原函数 就是不定积分 所以我们来看看 好 按照导数运算规则 α加1的常数 是吧 那么还是放在这 拿出去 xα加1次 还是密函数 你要求倒的话 应该是α加1 然后x的α加1 再减1α 所以 α加1分之 x的α加1次 它的确是xα次 也就是密函数的 它的一个原函数 加上人一常数c 表示全体原函数 换句话说 也就是它的不定积分 好 这个密函数的不定积分 我们也会求 那特别是这种情形 刚才说α不等于负1 现在如果α等于负1 就x的负1次 也就是x分之1 这个函数的原函数应该什么 什么的函数 它的导数等于x分之1 当然是logx logx再加上一个x的绝对值 我们在导数运算的时候 曾经说过 x不管是大于0 还是小于0 因为你取绝对值 所以这个对数当然都有一 它的导数都等于x分之1 因此这个我们已经证完了 这是第四 第五个 我们看看 看看这个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看看sinx 什么函数的导数 sinx 你口sinx的导数 是负sinx 因此你要是求一个sinx 它的导数 它的原函数 就去负的cosx 所以这是负的cosx 因为cosx 因为你这个负的cosx 你求去导 看看是不是等于sinx 按照导数运算 负号可以拿出去 cosx 它的导数 就是负sinx B有负号 跟前面有负号 这变成sinx 因此sinx 它的原函数 就是负的cosx 加上任意常入c 就变成它的全体原函数 也就是它的不定积分 第六 cosx 这好办 就等于sinx 因为sinx的导数 就是cosx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最基本的公式 看看还有哪些 我们来看看 第七个 cosx的平方 cosx平方分之一 那就是正格的平方 正格的平方 什么样的函数 它的导函数 等于正格的平方 那就是正七了 所以这就是tanx 三元 三元x平方 什么函数的导数 等于余格方 那就是负的余切 因为你要是负的余切 余切的导数 负的余格方 所以你要是说 负的余切 它的导数就应该是等于正的 余格的平方 当然这个式子我也可以写成这样 就是不写成cos x平方分之一 也直接写成正格 再看 x平方 dx 这个我可以写成cos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式 我们再看一看 这九个公式 1-x平方分之一 要找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的导数 等于根号像1-f平方分之一 我看看 在导数的公式 公式表里找 看看哪一个函数的导数 什么样的函数的导数 你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函数 fx 这函数的导数 等于1-f平方分之一 Arc sin x就行 所以这就等于Arc sin x 因为Arc sin x 它的导数刚好是1-x平方分之一 所以Arc sin x 那么Arc cos x呢 是等于1-f平方分之1-1 现在呢 那我们就要可以 这也可以写成这样 因此我们可以写成负的 Arc cos x 加上这1-2 因为Arc cos x 它的导数 是吧 等于负的 是吧 1-f平方分之1 是吧 现在是正的 所以这个就有各个符号 这个也是 不定几分的基本公式 是吧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 是吧 比较容易求的 看看这个 是吧 1-x平方分之1 要求一个导数 一个导数 那个导数的导数 等于1-f平方分之1 当然Arc tan x Arc tan x 它的导数 就是1-f平方分之1 那我这里也可以写成 负的Arc cos x 因为Arc cos x 它的导数 是1-f平方分之1 你这就有一个负号 那就当然也等于这个 所以这也是一个 基本公式 然后我们再看看 第11个 双区余旋 什么函数的导数 等于双区余旋 那就是双区正弦 12 双区正弦 它的原函数 就是双区余旋 所以这个双区函数 在秋导运算 还是积分运算里 比这个正弦余旋 还好了 因为什么 它根本就没有符号 没有符号的干扰 换句话说 双区正弦的导数 就是双区余旋 双区余旋的导数 就是双区正弦 不像sin cos sin x 导数就是cos x cos x导数 等于负的sin x 还有一个符号的问题 这就是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儿 阿尔 阿尔 阿尔